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各種年金的改革已經到了迫不容緩的地步 那我們贊成民進黨昨天做成的三個決議 就是年金的改革不應該針對特定的族群來改革 年金的改革也不應該一國多治 同時也不應該針對弱勢的公教人員來開刀 但是如果不改革的話 眼看著整個社會的相對剝奪感 整個社會的階級鬥爭將會越來越嚴重 而且如果再不改革 那我們的國債高足未來可能會再留子孫 所以對於整個改革我們是支持的 那就公保改革的部分我們有幾個建議 譬如目前退休人員的職務加級 非常沒有道理 有一個校長告訴我 他退休了之後有一個新的校長來 校長在那個位置上限職的校長領了職務加級 他退休之後他前面還有一個跟他一樣 坐過那個位置的六個校長 還在領這個位置上的職務加級 也就是說退休人員領職務加級 實在是依法無懼 而且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 另外就是年中的慰問金 如果202億在這一次不能全數刪除的話 那我們認為他也應該加入排富的條款 讓比較辛苦 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這些弱勢工人員 才能領年中慰問金 那麼這些職級高 年金多的人 他是不應該再領所謂的年中慰問金 另外就是加薪的部分 既然已經在那個位置退下來 已經是變成退休的軍工教人員 人家在加薪他也跟著加薪水 這個也沒有任何道理啊 我們認為未來這些退休公務人員 只能就考慮CPI的因素 通貨膨脹的因素啊 著以增加薪水 而不應該一體適用 跟限制工人員一起加薪 另外18%的利息也應該改革 那過去制定18%的時候 他是用中央銀行的放款利率 加50%制定18% 那我們應該隨著中央銀行放款利率 易以調整 現在如果是中央放款利率是2%的話 那他加50% 那他領3%的利息 這樣才是合理的所謂18%利息的改革 當然三角的慰問金 還有這個所謂軍工教人員的教育補助費用 我們都希望能夠訂出排富條款 也就是你領的相對多 職級相對高的這些公務人員 不應該再接受這樣的補助 這個會讓我們的年金負擔增加很大 但是如果訂出排富條款 讓沒有能力的人 比較生活在貧窮線 領的少了這些弱數的公教人員 還能接受政府的這個照顧 那這個我們倒是同意 另外就是 勞保年金的改革的部分 我認為不能夠只調整 所謂費力了 現在勞保局說 要把8.5%調高到13% 未來可能調高到19% 甚至有人說出27% 各位想一想 我們現在薪水沒有增加 你調高到13%、19% 讓這個薪水沒有增加的勞工 他反而要多付出那麼多的勞保費用 那這個可能會影響他的生活 另外就是企業主 雇主的部分 你增加了1% 那個企業主他要負擔的保費是7成 那如果增加到13% 整個企業主的負擔非常的沉重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調高費力之後 讓整個企業主 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之下 現在工廠就在搬開了 企業就在搬開了 你還給他增加那麼大的負擔 會讓他說這樣不如出軸 或者是官場 這樣增加了勞工的失業率 所以我認為要調高費力的部分 勞保局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那但是我們還是支持 整個所有的基金都能夠來改革 讓我們整個制度能夠公平、正義 讓所有人都在享受基金的時候能夠得到